细节的大同路三段铁路高架桥下的捷弯取值工程完工之后 路边就堆了一大堆的废土 这个月初会看之后还是无法厘清全责的归属 市议员审发会服务处就再度安排了协调会 请各单位提供照片厘清全责 结果确定属于铁工局的 各方都要求铁工局要尽快清走废土 让公所进一步进行绿美化工程 这是这个月初会看的画面 只见大同路三段靠近中校东路口前 虽然捷弯取值工程已经完工 路面也变平坦 不过仅临路边的这一大堆废土 却变得很明显 环境脏乱也不美观 只是到底这堆土是谁的 当时没有办法说清楚 因为除了铁工局是做铁路三轨工程 之后公所也做了捷弯取值 所以当天也决定再厘清全责 所以议员审发会服务处 就再办了一次协调会 邀请包括铁工局 公所到服务处 并且提供相关照片协助厘清全责 今天就是针对铁路第三轨施工的 废弃土 那就在我们大同路三段的头 接近中校东路尾这边 今天就是审发会议员的服务处 在这边开协调会 还有长安里 还有公路总局 还有铁路局 看这个施工的废弃土的部分 要怎么处理 现在问题就是 就是他原来堆积下来的一些废土 来怎么处理 那那一天有去现场会刊 今天算是一个延续 那问题就是说 我是希望把它拉平 然后做一个 那个邪度不是很陡的那个边坡 然后做一个绿美化 这样事情就可以圆满的解决 公所提出来的这个照片跟这个公务局 公务局那边提出来的这个协调记录 也证明应该是属于铁工局 留下来的一些企图 当天公所也提供 施作捷弯取值前的照片 当时土堆早就存在 而他们的捷弯取值施工废土 也都早就处理完成 所以也确认是铁工局必须负责 那么重点是我们放在这个企图的责任归属 那我们今天请这个铁工局 找包商 然后把这些企图再走这样子 然后这个请公所再绿美化 一堆废土就这么弃之路边 影响景观 环境也受到影响 当天也要求铁工局 尽快的清走这堆废土 然后交由公所进一步绿美化 解程慧玲细致采访报道